第九百八十七集 回到布殿,南秋秋还没睡,就在院子里坐着等他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霍玉好道,因为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外面这两支两万人的军队中,隐藏着日月帝国的火凤凰混混岛石团 南秋秋顿时吃力惊,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火凤凰混混岛石团呢,紧张得到 他们要干什么,难道要毁了农城 以这么一支混岛石团的整体战斗力,如果蓄意破坏的话,毁掉一座城市还真不算什么 怎么可能,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也用不着费劲心机 以混岛科技对龙城进行渗透了 不过,我也没能探查出他们的目的 那怎么办,我们继续侦查吧,总要摸清他们的情况 有这么一支强大的混岛石团在,他们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继续侦查是没错,不过不是我们,而是我 什么意思啊,你打算抛下我一个人去啊 秋秋,刚才外面的动静,你听到没有 动静倒是没听到,但是隐约看到城外似乎有光芒闪烁 难道是你 霍玉浩点了点头,将自己之前的经历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以我的能力,都是惊险地逃脱 如果带上你,恐怕我们两个,一个都跑不了 南秋秋虽然刁蛮,但却绝不是不通情理的人 看着他的样子 那也不能这么说吧,难道我还是累赘吗 霍玉浩没吭声,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南秋秋被他看得有些羞恼,怒黑声道 哼,累赘就累赘,我不跟你去救世了 不过,既然他们已经发现过你 防御一定会更加严密 你还怎么侦查他们的目的 我原本是打算直接探听消息 现在既然做不到,那就只能是跟着他们 他们既然来到了这么北方的地方 那么目的地一定已经不远了 就要跟着他们,一定能够发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放心,有了之前的教训,我也会小心的 南秋秋想了想,虽然很不服气 但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比霍玉浩差得多了 而带着一个人,只会是给他增加拖累 好了好了,那你去吧,我就在龙城等着你 等你回来,咱们再去之前的目的地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秋秋,果然是个名势里的好姑娘 说完,南秋秋转身回房而去 看着她那鸟鸟停停的背影 霍玉浩心中按她一声 秋秋是个好姑娘 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像当初秋儿那样 一想到王秋儿,她的心就不自觉地纠疼起来 冬儿无论怎么说,都应该还活着 可是秋儿却已经 这已经是她内心之中永远的痛 想到这里,霍玉浩叹息一声,返回自己房间去了 今天晚上这一折腾,日月帝国军队总不会连夜出发 明天一早再去跟踪也不迟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后,霍玉浩就悄悄地出了布店 南秋秋没有送她,只是在她离开后 一个人在房间里跟自己凹气 不就是实力差点吗?我一定会追上你的 南秋秋决定在霍玉浩离开这些天,自己也闭关 就在布店里刻苦修炼 霍玉浩和昨天一样,从东城门出发 然后又到了上次隐藏的树林里 这一次她没有急于出去 而是坐在树林之中一边冥想 一边观察着远处日月帝国大军的动向 她也不傻 昨天她给火凤凰昏倒师团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 现在那军营之中的防备一定是无比严密的 在这个时候再冒险前去探查 那就是找死的行为了 与其如此,倒不如远远看着 反正自己的目的也只是跟踪而已 以她的精神探测极限距离 单纯地想要跟踪一支军队 是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的 除非日月帝国能够将所有的高空探测昏倒器都调过来 地空展开全方位的侦察 才有可能发现了她 日月帝国大军没有任何动静 一天下来依旧十分平静 仿佛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霍宇浩很耐心的很 她一点都不着急 就在树林中慢慢修炼着 耗着呗,人家都不急 自己急什么 她只是定时将自己的精神力进行单方向探测 在日月帝国军营中扫上一圈 确认果凤凰昏倒师团还在 就继续自己的修炼 昨晚一战对她启发也不小 而且最近她的经历都用在研究极致之兵方面 那可是需要大量时间慢慢体会的 同时体内的万载悬兵水也需要时间来吸收 对她来说,在哪里修炼不一样 至于风餐露宿,那更是小菜一碟了 如此这般转眼间三天过去了 日月帝国大军终于耐不住寂寞 开拔启程 霍宇浩不得不承认这支日月帝国大军的优秀 大军开拔动静很小 而且军容严正 外围的军队先动 迎债拆除 支纵兵负责拆装 而士兵则结成整齐的队列 朝着北方行进 很快霍宇浩就看到了火凤凰混岛师团的队伍 火凤凰混岛师团的成员们 也是步行在地面上 同样是军容严正 一点都没有因为他们是混岛师就有所自傲 终于忍不住了吗 霍宇浩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微笑 悄然起身 他一点都不着急 不能跟得太近 否则很容易被发现 只要隔着几公里之外跟随就是了 以他的模拟混迹 距离足够远的情况下 天空中的高空探测混岛器 是不可能发现他存在的 等到那边大军完全开启 霍宇浩这边才远远地跟着 他没有尾随在后面 而是跟在侧面缓缓前行 他知道想完成这次侦查 甚至是破坏这支日月帝国军队的任务 那么 首先就让对方先松懈下来 所以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对方发现自己的存在 时间长了 对方自然会认为自己已经离开了 那天逃走之后就没有再回来 至于动手 不到最后关键时刻 他是不会轻易发动的 就这样霍宇浩远远地跟着 日月帝国军队则是持续前行 直奔北方而去 军队行进的速度相当快 几乎都是小跑着行军 每半个时辰才步行一段路 然后再次小跑前进 这种行军速度已经相当可观了 可见这支军队的整体素质 一天下来 大军向北方行进了超过两百里 空气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寒冷了 军队扎营 埋锅造反 霍宇浩自己则是缩在一处山包后面 天气的寒冷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 不过看着远处军营中的吹烟鸟鸟 他还是忍不住吞下了一口唾液 在这冰天雪地之中 要是能喝上一口热汤 那绝对是十分享受的事情啊 这次自己却是纯粹当苦力了 一想到这里 他也不禁露出了几封苦笑 但事已至此 也就只能继续跟下去 靠在山石上 霍宇浩摊开地图 这份地图是他早就准备好的 并不是天魂帝国的北部地图 而是斗罗大陆的北部惊喜地图 这份地图可是花了他不少惊魂币才搞到 地图本身是羊皮材质 柔软而坚韧 能够持久保存 大概辨别了一下 霍宇浩发现这一天行军 日月帝国方面 依旧是朝着东北方向行进 再向东北方一段路途 就要到天魂帝国和斗陵帝国的边疆交接处了 而那里也已经到了极北边缘的边缘地带 肯定要比这边更冷 那里的温度对于一般混事来说 都是不小的问题 普通士兵真的能坚持得住吗 一边想着霍宇浩转过身 趴在山包上朝着远处的日月帝国军营方向看去 同时开启了自己的精神探测 朝着军营内进行扫描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 日月帝国军营之中 似乎在发生什么东西 军人们排队领取 每个人都领取了两个小盒子似的东西 同时还有一身棉衣 棉衣的质地看上去很是不错 尤其是棉鞋 十分厚实 一看保暖性就很强 看来这日月帝国方面 果然是早有准备啊 这些士兵应该在奈寒方面都不错 不会是日月帝国 专门从他们国土北方调集过来的军人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再加上这早已准备好的棉衣棉鞋 短时间内抵抗严寒 应该还真有可能 这一晚霍宇浩就在寒风咧咧中度过的 第二天一早 他就明白 那个发给士兵的两个盒子 是干什么用的了 每个盒子都是八正大小 被士兵们放在衣服里面 紧贴在内衣上 拴在腰间 等他们开始行军之后 霍雨后立刻就发现 这盒子内部散发着柔和的热量 进入这士兵的身体 帮他们抵抗外界含义 这样也行 那小盒子应该也是浑倒气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盒子里面必然是要有密封奶瓶的 维持热量 需要消耗的魂力不会很多 但那小盒子的体积看 也就是支持个几天 就要进行一次充能了吧 不过仔细想一想 霍雨后却不得不承认 人家的高明之处了 日月帝国这支军队 可是跟着一支强大的魂倒石团 火凤凰魂倒石团 满兵至少是三百名以上魂倒石 进行那些小奶瓶充能 根本用不了消耗他们多少魂力 只要晚上驻军休息的时候 每一名魂师负责一些军阵的 密封奶瓶充能 自然就能完成魂力补充了 没想到 日月帝国竟然真的已经 将魂倒石发展到民用了 如果有一天 他们能够找到东西 代替密封奶瓶的话 恐怕魂倒石就真的能统一大陆了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 普通士兵都会成为魂倒石 具备魂倒石的攻击力 想想吧 几十万魂倒石出现在战场上 那是多么恐怖的存在啊 想到这里 霍玉浩心中不禁暗叹一声 摇里摇头 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看来 人属斗罗大陆三国 想要反抗日月帝国 就必须要在近期有所作为才行 否则的话 不出百年 就算日月帝国在百年内不主动攻击 随着科技优势的越来越明显 斗罗大陆最终也将成为人家的盘中参 心中虽然感叹 但跟踪还是要继续的 霍玉浩依旧远远地跟在侧面 随着大军一直向前 朝着天魂帝国东北步行进 随着天气的寒冷 日月帝国大军的行进速度 也开始降低了下来 原本霍玉浩预计一天能够到达的地方 用了整整两天 天魂帝国大军才最终抵达 一眼望去 白雪挨挨 寒风呼啸 如刀子一般 在这样冰天雪地的地方 空气中的水分是极少的 因为一旦有水分 立刻就会被冻结 这里的温度 至少已经到了零下三十 常人想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难上加难 此时已经接近傍晚时分 日月帝国大军再次扎营 和一千相比 这次扎营变得更加紧密了 而且霍玉浩惊讶地发现 营盘的样子也发生了改变 原本在最内侧的火凤凰浑倒师团 帐篷竟然移到了外围 排成一个弧形 再次扎营变得更加紧密了 再次扎营变得更加紧密了